从1比8开局到8比8追平 让我们看看拿篮都发生了什么 胡明轩胡顶接球杜仁旺做了一个掩护 崔永熙同样绕过胡金秋的掩护 接球之后一个三分不中 第一次进攻信息量非常大 让我们来反复看一下 杜仁旺用了一个小技巧 夹着对方胳膊 让胡明轩顺利通过 我们再看这里的胡明轩 胡顶绝对大空位 但是他连篮筐都没有看 一直在等着崔永熙绕过掩护 这也是昨天为什么胡明轩 包括赵俊伟打的不好的原因 因为太别扭了 在连赛里这是肯定投了 但是有富豪的前车之鉴 谁也不敢 没有按照自身特点去设计战术 打的不好别怪他 随着其投篮不进 大修抢到前场篮板 这个球大修拿到前场篮板之后 四个人都在外线等着 没有一个人溜底线走篮下 等一会我们可以和最后一球对比一下 这个球胡明轩接球之后 还是一片大空位 又是犹豫没有投 当一个球员不坚决断了节奏之后 不要享有什么命中率 后卫在老乔的体系里 本来败人就不是得分的任务 这不是球员的错 所以有些人在国家队和联赛里 表现反差很大 这不奇怪 球经过运转之后 还是回到了胡金秋的手里 强打之后造成对方犯规 一确我们本场比赛 最大的错位优质点是在内线 但是外线出了机会 教练你也预许他投啊 这个球也反映了大修和杨安森的不同 外线三个大空位 若侧崔永熙已经过来了 但是还是要强上 给到小崔稳稳两分 也能帮助他建立信心 大修两拔一中之后 对方进攻 先是全场领防 然后无限换防的策略 对方先是给胡明轩防守人 一个掩护 让他出来接球 赵纪伟换防 第二节 就是 手递手之后 赵纪伟继续换防 这是胡明轩防守持球人 对方挡拆之后 胡明轩和胡金秋换防 这是我们看看大修防到对方持球人 胡明轩防守对方的中锋 对方又是一个掩护 把赵纪伟挡在身后 胡明轩没有继续执行 换防政策 漏人了 对方一个半空位的三分 没有进 随后的进攻会合 赵纪伟还是找胡金秋 对方显然有变而来 三人包夹胡金秋 知道他支配球是弱项 这里的问题 还是三人包夹胡金秋 但是四个人站在外线 没有一个人往来下去走 这里往来下走的 显然应该是弱策的胡明轩 但是我觉得不怪他 一会儿说理由 大修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传球被断 对方反击 就是得注意 蒙古队加得很凶 对方还算及时 落入阵地 强打胡金秋不中 五篮命中 这里我认为犯错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赵纪伟 在对方投来时 居然没有去顶人 还有一个是崔永熙 在对方投来时 居然就这么看着 等着篮板落下来 紧接着回来这一次进攻 胡金秋给赵纪伟一个挡拆 赵纪伟干拔三分不中 在对方中锋 已经换防过来的情况下 干拔并不是赵纪伟的第一选择 作为一个头脑极心冷静的球员 赵纪伟这么做 有两点原因吧 一是在这个位置 大秋下顺慢了 没办法直接传给内线 二是崔永熙不应该出现在 强侧的底脚 这阻碍了赵纪伟 做下一步动作的空间 还有我们强弱侧 两个底脚是真不喜欢 无球空切到篮下呀 回来的防守会合 依然执行的是 缝眼护球换的策略 你看看人家从底脚切到篮下 是多么的坚决 这个球我认为赵纪伟 应该跟着防守人走 不用和大秋去夹击 大秋单跑应该没问题 回来的一个进入会合 赵纪伟已经晃倒了防守球员 三分出手没进 这个球晃倒了对方球员 你只能选择投篮 但我还是想说一句 这种人员真不喜欢跑动 右侧底脚一个人都没有 回来的防守会合 杜仁旺和赵纪伟合力把球抢了下来 对方只能采用犯规战术 这个阵容里能合力支配球的 只有赵纪伟一个人 来看这个球 胡明轩和大秋挡拆之后 大秋顺下 内线完全的大打小 甚至说没有人防 结果球还是想传给外线的杜仁旺 被断球之后 不过对手贡献了一个历史级的五大球 回来这个球还是先打红金球 是的 红金球 还是先给他来处理 大秋的问题就支配球一般 这个球如果传到篮下杜仁旺 直接空篮 传出来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重新组织 召集为仓皇出手不中 还是逢面护球换 防守没问题 对方仓皇出手 但是居然大秋被对方抢到了前掌篮板 看篮板球 哎呀这球 1对1情况之下 红秋啊还是光顾了塔人 回来的一次进攻 还是胡金秋和赵继伟打挡拆 赵继伟有三个点可以传 顺下的胡金秋 还有底角和弱策的 翠永熙与杜仁旺 传给杜仁旺也没什么问题 只能说对方对你确实研究过了 你习惯的传球路线 还有哪些是投手 连续的险些失误 其实在这里大秋来线就是空了 不过这个阵容最大缺陷就是 能支配球的人太少了 我始终认为 罚球线应该占一个人 比如一会儿换上来的阿布都沙拉姆 效果立竿见影 传出来 红明轩这个球投了没问题 传给来下的大秋会更好 只能说落后蒙古 大家都急了 想一口吃掉对手 回来对手进攻 先是15号位挡拆 过掉赵继伟 又加速过掉胡金秋 传给身后的队友 大打小轻松得分 这个防守我们出现的问题是 缝掩护之后 我们到底换还是不换 对方的中锋根本没有人防 还有大秋太爱跳了 对方很轻松的 又把球回给了中锋 再说一遍 胡金秋应该打四号位 虎框不是他的强项 对方打成之后 我们随机叫了暂停 开场1比8落后 我认为主要存在的问题 就是别扭 太别扭了 尤其两个后卫 都是吃球权的 他们都需要大量吃球 投篮找手干 当然状态一打开 那就拦不住了 首发这个阵容 能够支配球的点太少了 布人望一旦三分投不进 他的防守和侧影几乎等于0 大秋篮下中间没问题 但是他运球突破的时候 都是低着头 看不到队友更好的位置 还要再说一遍 他应该是四号位 虎框不行的 跑动太少 缺少溜底线空切这些战术 全员紧张 疯狂的丢篮板和失误 说一下胡明轩的问题 至少有两次大空位没有投 而且作为突击能力最强的 全场竟然一次突破都没有 我相信这是教练的安排 那你干嘛把胡明轩放在这个位置呢 找一个无球更好的成帅朋友 放在那里不好吗 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特点 人尽其才是教练的作用 赵继伟和胡明轩在联赛里是这标签吗 暂停回来 成帅房和杨汉森登场 首先对方防守失误 杜仁旺绝对大空位 但是犹豫没赶投 孙永熙和杨汉森的一次倒猜 对方的大前锋 怕杨汉森顺下 向里回缩了一步 就这一步 孙永熙将球传给了杜仁旺 不仅有半步的距离 而且对方太矮 稳稳命中 估计老乔暂停时候也和阿杜说了 你不投三分 我留你在场上干什么 随后赵继伟防守成功 照强对方二运 这球是BLA两次运球 好球啊 继伟作为队长 这个在这个球队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要站出来 没错 杨汉森提到高位 来下一片开阔地 成帅房反跑 人道球道 轻松命中 这也是成帅房 比胡明轩更适合打五球 回来自这次防守 没有采用换防 依然是追防的策略 这样防守人就没有乱 全程高压式防守 对方勉强束手三分不中 对篮板球 篮板球 有点拼得很凶啊 随后进攻中 杨汉森想和队友配合 被对手断掉 只能说他们准备 确实很充分 对每个人都很了解 随后的防守回合里 还是逢掩护不混 唯一换乱的一次 杜汉森还是及时归位 正好把手断了下来 换防了 上家机 杨汉森能跟着他这个 随后随后随后 在进攻中又一次 横传球被对手断下 老乔示意马上换人 随后回合 对方出手三分不中 但是我想夸下 城帅森 其实在篮下 对方已经犯规了 但是城帅森居然没有提 和联赛里 正式派入了两人 最后这个球 值得大家认真看一下 阿布多沙拉木 第一位拼命要求 杨汉森站在高位 这样空间撕扯的非常开 重新组织 杨汉森落地位 阿布多沙拉木 提到高位 对方还想用 包夹胡金秋的方式 包夹杨汉森 可惜他们失算 杨汉森一拿球 大家的切篮下的意愿 非常好啊 朱俊龙马上空切 人倒球倒 轻松打击 首发阵容缺的 就是空切反跑 同时能够侧应的点 杨汉森打了 这样几个球之后 对方就不敢包夹了 所以下半场 杨汉森都是一打一 太轻松了 对方请求暂停 但从此之后 拿来赢的就非常轻松了 回到赵继伟和胡明轩的话题上 胡明轩的特点是 三分准突破能力强 你要根据他的特点 去设计战术 而且有一定的容错度 不能因为几个球没投进 就给他换下去 那样他永远找不到状态 赵继伟同理 你要给他设计战术 而不是简单的把球传给内线 在端下顺的同时 其他三个人也要动起来 你要相信 只要你有空位 赵继伟一定能把球传到 我始终认为 一个好的教练 应该是因材施教 而不是强行的 把自己的理念 灌输到这笔球员身上 是你去适应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 而不是让他们来适应你 大学老师 没必要教小学课本 何况你未必是大学老师